計車洗車機 感覺像一個蛋或者是像一個帆船的概念 物品加湯 高手是不會碳到的 Finish Great shot 就是今年2018年買的新的跑鞋 U-BALANCE 860 V8 也就是860這種跑鞋的第八代 可以看到它後面有一個叫做ANDRENCE的技術 主要是提供這一整塊黑色 因為我有穿過所以看起來讚讚的 ANDRENCE主要是提供高密度的耐磨材質 可以提供你長時間奔跑之下的耐用度 還有耐磨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T-BEAM T-BEAM的話它主要是在我們的鞋子的中央 也就是中足的部分提供一個支撐的穩定片 它屬於輕量的支撐穩定片 主要是減少你跑步 左右換動增加穩定性 有跑的穩定你才能持續的輸出 另外一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叫做ASYM COUNTER 它主要提供的是 非對稱鞋跟支撐技術 能提供你長跑所需要的穩定度 你可以看到它的鞋跟是斜的 我看到非對稱的鞋跟 去增加你的長跑底下的穩定度 然後這邊有一個 True Fuse 它是彈性緩衝的中頂 所以也是避震 它主要這邊有一層避震 然後本身下面也是一個避震 這邊有避震 然後提供支撐穩定的鞋底 就打造了這一雙 860 V8 OK 它這邊有寫的New Balance Support 所以它是屬於比較偏支撐的跑鞋 支撐你殘跑 慢跑 所需要的穩定度 OK 你看就是 New Balance X1 Runner 860 V8 鞋子 如果你有在跑步的話 目前評分晚上上評分這款鞋子是 目前是80分的 80分應該是夠用的 勘用 那到時候 6月9號來去跑中心新村 半馬 半程馬拉松的時候 跑完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這雙血的心得 OK 那就今天就到這裡 Goodbye OK開蛋 不知道會有什麼好看的 喔 不錯喔 不錯喔 漂亮喔 變極怪 爽爽的